本节目由团团圆圆的 9%为您拜早年播出 问起床困难户最多订过几个闹钟 怎样 跟起床困难户 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不用订闹钟 我觉得起床困难户就应该不订闹钟 对 起床困难户谁会订闹钟啊 有道理 所以今天第一回问的是 最快化妆的人 现场有几个人处理人 我们大家都应该处理 对啊 上七川 多个话最多的人觉得团队 谁的话多的程度跟你有一天吗 谁的话多的程度跟你有一天 小鬼 是吧 好 小鬼 你看说小鬼看自己 问最夜猫子的人 所以看不上别人因为什么熬夜 犯罪是几八 所以看不上别人为什么熬夜 哈哈哈 因为嗨 啊啊啊啊啊 问最喜欢吃东西的人吃过最难吃的东西是什么 长进马来吧 我们吃过难吃的东西 哦哦 有东西哦 问养生爱好者 你最害怕以后发胖还是脱发 发胖还是脱发呢 脱发吧我觉得发胖的话可以练嘛 但脱发没办法回来 对 生霸灵呢 生 啊 那个是药物的不天人吗 问最爱打游戏的人 游戏里最离奇的死法是什么 网不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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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网不好就卡死了 暴走 问最爱玩手机的人 现在打开手机 看看上周屏幕使用 时常是多少 没有带手机 没有带手机 问最爱 最爱剁手的人 买过最后悔的东西是什么 谁会剁手 我没有买过让我后悔的东西 我没有买过让我后悔的东西 漂亮的 哦 所以呢 星哥你的鹅最准备写的想法 没有写的想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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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 他原本不是鹅的 哦 哦 厉害好像是 没有人想要加进去 没有人想要加进去 好下一题下一题不重要 下一题不重要 你问了一个很没有营养的问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